隨著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逐步減少 香港特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時 在2月16日記者會上宣布由2月18日起 將放寬香港防疫措施 重新開放公眾娛樂場所以及健身中心等 蔣麗芸議員 主題公園、博物館、公眾展覽、電影院、家庭娛樂中心等 第五就是遊樂場所 包括桌球室、公眾保齡球場和公眾流冰場 第六是健身中心和第七是遊戲機中心 陳肇時表示2月18日起 14的堂食時間人數限制也進一步放寬 但同時新增2條防疫規律 包括時刻在進入十四前 須利用手機掃碼安心出行二維碼 以記錄到訪信息 以及十四員工須定期進行核酸檢測等要求 食肆堂食的時間是延長至晚上10點鐘 也都是容許最多四人一台 相關負責人除了需要繼續遵守以往一些措施 好像說人數、場地的限制、佩戴口罩、量度體溫 提供消毒的結手液 以及保持一些距離等等之外 也都是必須遵守最少兩項新增的一些防疫措施 第一是確保使用者在進入的處所前 利用手機掃描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或者登記有關人士的姓名 聯絡電話和到訪處處處的日期和時間 並保留紀錄31天 陈肇事亦强调 若餐饮业务负责人及表列处所的管理人 违反新增余地599F章的两项防疫措施 属干犯刑事罪行 最高可以被罚款5万元及监禁6个月